ALU是一家澳大利亚跨国软件公司 致力于三维PCB设计和嵌入式系统开发的电子设计系统 如果在澳洲做软件类行业的股票投资 ALU是行业龙头 欢迎大家收看本期GoMartis独家解读 ALU拥有三大核心产品 Ultim Designer用于设计印刷电路板PCB的软件 Nexus一种鞋支持云的PCB设计解决方案 和Octoport电子零件搜索引擎 公司95%的收入来自澳大利亚以外 是全球最大的PCB设计供应商之一 市场份额约为25% ALU的息税前利润率较高为36.7% 2022财年收入为2.13亿美元 预计未来公司增长率为15%到18% 公司预计2026年收入将达到5亿美元 美国和欧洲的市场占据ALU销售额的80% 而目前欧美经济增长缓慢 未来主要市场的销售额增长可能低于预期 如果按照贴线现金流和5%的增长率来计算公值 公司未来股价的预期价格为40澳币 在2021年6月 公司收到了来自Altodesk的非约束型要约收购提议 以美股38.5澳币的价格收购Altem 100%的股份 但被ALU董事会拒绝 并认为该提案严重低估了ALU未来发展前景 公司业务在过去三年增长迅速 公司获利能力较强 另外 新兴市场也会在未来助力ALU的潜在收入 中东和非洲地区业务增长较快 因此ALU在集成电路领域快速扩大 能够在当下的经济环境中保持两位数的收入增长 和超过35%的净利润率 是值得投资者关注和投资的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大家如果想要获取详细的文字报告 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在悉你的朋友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 02-9188-0418 喜欢我们的内容记得点赞收藏 并关注我们的频道 下期节目再见